那买这个山景房 海景房要特别要注意什么地方 好 其实一般我们都喜欢买这个山景 或者是海景 因为大家都会希望这个休闲时间的 那我可以心情放松 但是买山景几点要特别注意 首先就是我们这个在买房的时候 我的阳光 空气 水 就是我的采光 通风 跟我的湿度要特别留意 那除此之外 靠山 我们有句话叫做 前有罩 后有靠 前有罩的罩指的就是这个水 水一定要在前面 山一定要在后面 所以我买山景房的时候 虽然我这个山要能够看到 但这个山要是远山 不能够是近山 因为我一近山的话 我的这个名堂就被压迫 对于男主人 或者家里面人的事业发展 就会有影响 还有同样一个社区 它会有view比较好的 价钱比较高 它会有后洞 可能就是面山 而且我曾经看过房 那个山还蛮近的 有的 现在很多超近的 就在旁边而已 对 湿气 蚊虫什么都多 对 好 好 再来就是一般 就是山景 我们也要注意山的状态 就是我们讲说 我们讲说这个山穷水尽 不能够山穷 山穷的意思就是说 我这个山 我远处的山看上去 它有绿油油 它有生气的 我不能是光秃秃 就只有是土石这样子 那也不能是险山 所谓的险山就是说 就像刚刚瑶瑶说的 这个山式 它是呈现一个火形 一个尖形的 直接这样子削下去 像一把刀 选山景房要特别留意 好 那选海景房呢 那海景房要特别注意 因为我们一般 是喜欢看这个海 看起来就觉得心旷生疑 可是这个海风不能够太大 还有我们这个海浪声 不要觉得海浪声很浪漫 海浪声对于居住环境而言 它是一个很大的阴煞 它会导致我们睡觉的时候 就是听久了就习惯了 习惯这件事情 我们必须要很客观地讲 习惯是我们人习惯 但是它负面的影响 还是一直影响在 一再影响我们 就是我们慢慢地 就习惯了负面了 是 所以自然而然 我们的运势就越来越负面 还有就是海景房 海景或是湖景一定要注意 我不能距离水面太近 不要认为说我距离水面近 我这样子看水很方便 然后觉得这个倒影很漂亮 最基本的 因为一定会有潮汐的问题 那或者是说 台湾的台风又特别多 那这个时候就会牵扯到 最基本最基本的安全性 安全性的问题 还有再来刚刚有讲到 就选这个海景湖景房 前有罩 我们的水 有水在的地方 一定是比较低的 所以水一定要在房子的正前方 不能够在房子的后方 那如果水在房子的后方的话 我后方地势低 那叫做后方无靠 玄武无靠 那对于我的事业 或者是说 特别是以男主人 在外的人际关系 特别是如果说 有这个朋友 你想要升职的话 那个就比较不容易了 对 那所以这几点 提供各位朋友 在选择山景房 或是海景房的时候 特别留意 并 Now 我们下期见